金钱跟艺术要怎么样去衡量 我只要定义你做的这支影片的价位是多少 你就喜欢唱歌 这样我给你一个舞台 机会 很像我们不用还view的那种 Is there any possible way be in between 我只要做我要做的东西 没有钱不要紧 最干净的我要最纯洁的我要做最真实的一个东西 可是生活就必须要省事俭用 高凯变成一个我只看钱我不看作品的一个人 不可以被钱蒙蔽了你的双眼 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 我是郑文 我是高凯 今天要回到也是很久没有做的一个系列 聊聊聊 所以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很舒服的环境 想像我们是Camping这样 可是其实是郑文新的工作室这样子 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聊的话题呢 就是金钱跟艺术要怎么样去衡量 因为高凯变是做作品的时候 他就非常往他艺术家的精神去做的 就是他不理我们拿到的budget是多少 他就是想要all out的一个人 因为他希望可以把那个作品呈现出最完美的那个状态 可是对我们management的人来讲 我们就会觉得我们还是要考量一下金钱的东西 所以艺术跟金钱我们到底要怎样衡量 我觉得有时候艺术家也不是这样容易搞的 因为你们有你们的考量 but很多时候如果你们不要去配合的话 很难会有一个成长的地方 ok我的成长不在于你们的skillwork成长 而是你们怎么样配合 发展 对你们的发展会是怎么样的 因为自己本身这个行业其实就是一个属于艺术型的一个行业 然后我们身边也会环绕着很多高艺术的人 其实不只是拍影片的人 包括拍照做音乐画画 舞者舞者舞者也有 舞者舞者然后表演 其实包括event decoration 这样子也是算是艺术 因为这种东西他们有一个价位的 他不像mine product这样子 我怎样定义你做的这支影片的价位是多少 他的唱歌skill可以买到多少钱 还是他跳舞可以买多少钱 这东西很难的 搞艺术的人通常会被定义成为说 这个是你的 欧比而已 你就喜欢唱歌 这样我给你一个舞台 你有曝光的机会 给你上台表演的机会 这样你不要算我钱 就是他们预期说 我们是抱着好玩 然后兴趣这样子 然后很像我们不用还bills的那种感觉 我自己本身以前是有跳舞 会利用我们喜欢这一个东西 然后我们没有机会 给这个机会来利用你 这样子 基本上就是艺术家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我们是喜欢没有错 就比如说你今天去看一个牙医 你不可能跟他讲 我给你机会抱我的牙 你不要送我钱 你不可能这样子讲 因为你觉得说是一个转业 可是其实我们做艺术的人 也算是一个转业 然后我们也希望能够从这边 能够赚到钱 所以我觉得很多人 就会take it for granted 一个艺术家 很像他一直被这种 一直被这种东西缠绕的时候 不是他们会觉得他们的 未来一点spoil 这群人都是不懂艺术的 这群人是要利用我们 搞艺术的人需要的 其实就是一个舞台跟一个曝光绿 可是不能够拿这个来当钱来交换 就是搞艺术的人很渴望这个东西 可是如果你一直用这种方式 去push它的话 其实到最后只会让它放弃 然后因为我搞了可能我搞了一两年 我发现到我自己的生活都不能够照顾好的话 我怎样继续搞这个艺术这样子 我们不能够只讲还钱的人有问题 有一些艺术家他们也是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就是不要做大众喜欢的东西 我就是要坚持做我的东西 可是可能到一个point 他连生活都是一个问题的时候 是有可能的金钱跟艺术吗 找到一个平衡 以前的时候很多舞台 然后开始就变成有tiktok舞台 其实很多人是很逼迹这个东西的 可是他们真的是从这边可以赚到钱 如果真的你不缺钱 你有另外一个正业 去支持你的兴趣你的艺术的话 我觉得是ok啦 但如果你真的是很需要钱的时候 不是说叫这个艺术家完全放掉他自己的东西 可能他是一个很hip hop的人 你叫他去做kpop这样 也不是 有没有一个point是可以给他们找到平衡的 可能他可以用kpop的歌去跳 他很hip hop的东西 因为以前我跳舞的时候 也是会遇到这样子的问题的 就是那个时候是hip hop 你们教课是没有什么钱的 因为以前跳舞的人很少 然后你们就必须要去借那些商言 那些商言的人他们就会要求 他们跳叶上海 跳叶上海 对 跳那种日本的歌 完全不是你们风格的舞蹈 可是我们必须接受了 make a living make a living after then就是kpop的崛起 我们必须要开课教kpop 帮studio赚一点钱这样子 对 这些东西就是 当你遇到一个瓶颈的时候 你一定要 做一点改变 你一定要做一点改变 可是你可以把两个东西分开的吗 可以吗 其实艺术家可以这样做吗 我觉得是找一个衡量 就是 如果你一直坚持着 这个才是最最对的东西这样子 主流的东西流行的东西 不是真正的跳舞 比如说如果你这样子的心态的话 那你的这个舞很难去让别人接受 比如说曲皮一开始的时候 我可能大部分的人看到他们的时候 是做那种尴尬癌啊 which跟跳舞没有很大的关系的 然后慢慢他们就开始做舞蹈癌 然后慢慢他们就开始出歌 然后他们的歌一开始的时候还没有来很跳舞 然后慢慢慢慢人家开始喜欢他们 开始接受他们的东西的时候 然后开始谁来咯 再做回自己咯 他们就会来放他们自己真正 就是做回他们自己的东西 在 before 他们做尴尬癌之前 他们已经是一个很 top 的一个舞蹈癌了 可是他们只出名在懂跳舞的人 懂他们 然后他们要怎样扩张他们呢 他们只能做一点改变吗 他们只可以去做一些 普通人会喜欢看的东西咯 感觉哎呀这些 就另外一个领域的人也知道他们 然后他们在让这些领域的人 了解到他们的原创 他们的真正的艺术是怎么样的 这是非常 他们也是不简单啊 take 了几年的时间 对啊 借用这种会爆红的东西 比较多人看的东西 然后再拧 把你们全部拧回去看 他要你们看的东西 其实其实你们可以分开的嘛 就是可能你们在艺术的时候 就是随便你们的艺术是怎样就怎样 可是在赚钱的部分的时候 你们就把它当成是 真的是做工赚钱而已 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我会觉得说 我只要做我要做的东西 我喜欢做的东西就好 没有钱不要紧 可是这些年来啦 就是因为我一直都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过去的十年我觉得我都已经 有过这样子的瓶颈很多次 就是一直在抓这个衡量 然后很容易lost 就是当你开始做赚钱的东西 像你讲的 可不可以分开 可以分开 可是问题是当你分开 然后你开始去做赚钱的东西的时候 对 你就会慢慢的被这个东西锁住了 然后你就一直在做赚钱的东西 很怕被金钱给蒙笔上眼 到一个point 可能你做了几个月一年过后 你会看回去 我没有做回我要做的东西 虽然我讲要分开 可是我根本没有时间去做回艺术的东西 所以你讲可不可以分开 其实是可以的 可是 因为我最近也是有遇到这样子的瓶颈的问题 可能给自己一个时间 可能一年两年 我去赚我能够赚的钱 虽然可能不是我喜欢的东西 可是当我做完一轮过后 我存到钱了 那我就可以毫无顾虑的情况下 就去做我要做的东西 比如说像Rich Chica 他以前做那个Deadstick的时候 他也是来Super主流 然后很废的一个MV 很废的一首歌 可是他爆红了 可是当他到一个level的时候 他突然出一个专辑是来超级 就是show skill 然后很hip hop的一个专辑这样 就很可怜 不是可怜 就是 不是啦 就是你对现在还没有hit到那个层次的人来讲 他们不知道他们几时可以hit到那个层次 他们现在就是在struggle 主要是那个观念 如果你一直不能够接受这种东西的话 你可能 你不是不对 就是你只能够接受出来 OK 我就一直是underground 我一直是保留最干净的我 最纯洁的我 做最真实的一个东西 可是可能没有人看 可能没有好赚钱 可能我的生活就必须要省事俭用 可是如果你愿意踏出那一步 可能你会lost掉 但你有那个机会 然后等到你成功的时候 你可以like get back 我觉得有一些艺术家 不是他们对于钱比较少 可是还是可以在他们这个行业转动的人是 已经是很不错的了 有一些人是那一种 就很幸运的 嗯 有一些人是那一种 连 卖少少钱他们都卖不到的 弄不到一个living的时候 不是他们必须要牺牲他们的这个 艺术 去做一份九到五的工作 哇那一种才完全没有connect 对 那一种真的是很可怜 我不希望现在的这种社会死了他们的心啊 这样你觉得怎么样去定义一个成功 你赚了很多钱 还是你的作品被很多人看到 作品很多人看 你自动就会有收入了 after that 所以你还是要先出名 yes 所以你 所以像对我来讲就是 只要放上网的东西的 都的任何一个作品啊 它都是永久在那边 然后它就是代表帮你讲话的 很难touch这一点呢艺术家 所以对 所以就是说很纠结啦 比如说今天你给我这个budget 我要一定要把它做好 嗯 我就算是烧钱 我也要把它做好 因为它是一个作品 如果有人看 不用讲很多人看 其实只要关键的人看到 就ok了 就有关键的人 比如说这一行的 或者是label啊 他们看到了过后 你就有这个机会了 所以很多艺术家就是 一直在这个死循环 就是说我要做好来 我要炸钱 我手上有多少钱 我就要炸在一个东西上面 因为它有可能会是我的一个机会这样 那我问你 如果一个作品 你拿到的钱 只是一个200块 可是你很想要把这个作品做好的话 你需要一个500块 嗯 你会怎样去做 我会用其他的job来赚钱 ok 就是说我必须要去做一些 可能不是我最喜欢的job 可是可以赚钱的 从这些地方赚钱 在筛选 所以我可以 我可以来 ok这一个我不赚钱也好 你要我贴一点点 我也ok 因为我有收入 我在其他地方有收入 所以我可以养 这个项目一样 这个课题真的是很难 尤其是如果你问一个艺术家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点就是 我们算是balance得到 因为你把它们分得很清楚 当然那种比如说赚钱的工啊 也不是说那种随便 真的你很讨厌的那种啊 还是不要啦 就不需要做啦 只是说有一些东西是 可能你发挥不到100% 可是你可能可以发挥到 60%你自己的东西 这样子我觉得也ok 也是全心全意 也不要把它当出来 就是个job 这样子也不是这样啦 因为我们毕竟还是一个艺术家 我们还是要 对我们的作品负责 认真一个真诚在那边啊 毕竟它也是一个作品 尽量的还是全心全意去做每个东西 but at the same time 不要忘记你的初衷嘛 就是当你有能力的时候 ok get back 做一下你的初衷的东西这样子 对一个艺术家来讲 你觉得别人怎样看他 就是 either他是 你拍影片你赚很多钱 厉害 还是这个导演的作品很厉害 可是他很穷的那种 看钱还是不看钱 来定义这个成功 你觉得 我也是你的老婆 我还是觉得钱是身外之物 因为可能我们没有到 很struggle很struggle的状态 所以在这个point 我不会希望说 你只为了钱去做东西 高凯变成一个 我只看钱我不看作品的一个人 我还是会希望你是以我的作品很棒 来感到骄傲 我们搞艺术的嘞 其实作品一定是第一的 可是我觉得更厉害的东西就是 哇他东西好 他赚这么多钱 更厉害的东西就是 我很羡慕这个人 他可以用他的喜欢的东西来赚很多钱 这个就是一百分的完美的生活 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东西 然后赚钱 这个当然是我们的ultimate goal 这样子 我们不可能会想退休的 就是我能够做到几岁 我就做到几岁了 可是当然你要做这么长的时间 你一定需要钱来支持 希望是我可以做 我还可以赚钱 然后过一个比较好的生活 这样子 那是很像其他人做律师做医生一样的 因为讲真的我们做这行也是很难 像你刚才一开始讲的就是 我们很难定价我们自己的东西 因为他就是一个艺术 他一幅画 PASAMARA买25块一幅画 你也是可以花几千万去买一幅画 他就是一幅画吧 他就是一个艺术品 我觉得可以从一个作品看到一个人的用心 如果你真的是认真去看的话 那边比武滚泽看到这个作品很好的话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给他们说 给他们一点鼓励 给他们一点鼓励 你这个舞真的跳得很好 帮他分享帮他做一点宣传也好 即使你没有帮他分享 你留言给他看 可能他是处于那种想要放弃的状态 然后看到留言这样子 他就会来说 至少有一个人 明天有两个人 后天有三个人 他们可以继续做他们喜欢的东西 一个创造 多有点鼓励 多有点鼓励 我们身边其实还蛮多这种艺术家的朋友 他们都会来跟我们讲 他们想放弃这样子的东西 我们都会推荐他们 尽量看可以配合到什么 没有啦如果你坚持 其实有可能你会 真的就比较辛苦 可是那个是要看你的运气 有一些underground band 台湾就比较多这种机会 就是他们那边 会比较支持这种 比较underground的东西 独立营业人 独立影片创作者 类似这样子的东西 他们会有很多节目 然后他们的人会支持 像trash 像高五人 我知道高五人的时候 高五人还不是很出名 然后唱到那个灵性炉的戏 这样子 所以他们很需要一个机会 他们已经很有才华了 的确有这样子的例子 可是你能不能熬到那个时候 这个东西要 会不会before那个时候 你就已经 你就没有钱了 你就要放弃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真的希望大家能够衡量 钱还是很重要 可是也不可以被钱 蒙蔽了你的双眼 还是要坚持做好自己的作品 这样 我会尽量把你的艺术 卖高一点的钱 我觉得我们做这一行 基本上就是 手停口停的那一种 所以真的是需要 很辛苦 抓一个衡量 我是很好奇 就是大众 对于这个 艺术跟 金钱 什么概念 这东西是怎样衡量的 如果你是一位艺术家 你觉得 艺术跟金钱是怎样 平衡 那如果你是 不是艺术家 你也可以来 分享一下你的看法 因为大众的看法 其实是更重要的 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讲 你要继续 其实大众的观点更重要 所以大家留言吧 如果你们还有什么 想要看我们这种 比较严重的聊天的话 你们可以留言 然后我们再看 有哪一个 我们可以聊 我们就拿来聊 艺术家们 你们留言一下 你们 struggle的东西在哪里 然后你们怎样拗过去 给这些还在 struggle的人看一下 在留言区 大家互相取卵 所以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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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